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白天我已经做了一个视频了 按理说呢,我也应该休息了 但是呢,现在呢,是土耳其的晚上大概快八点钟了 我刚吃完饭 所以呢,我还是想往海滩上来走一走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手机 我想呢,在这个海滩上呢 如果我不做一下视频 手就有点痒痒 所以呢,我还是想做一个视频 因为这几天在休假 空余时间比较多 所以呢,我就呢,做视频 也是打发我的时间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旅游的这些 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快乐 那么现在我就聊一聊 有一件事情 我这个视频呢,就是专门做给我的 因为我还是把它叫做我的朋友 也应该是战友 他前几天给我发了邮件了 他决定要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因为他本人是由 他是持有旅游签证 所以说他进来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由于家庭原因 所以呢,他要处理好很多的事物 最后呢,他决定是要来了 他把他的这个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给我看了一下 其实他以前也跟我谈过 我说因为你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实的 而且呢,都有相关的政治 非常的详尽 而且从事的这些活动 百分之百的就是政治活动 政治迫害 所以没有问题 是能批准的 那个,你来我也看了 我也告诉你了 有些细节嘛 等你来了以后 我们当面再谈 因为在没有入境之前 有些事情呢 还是尽量要保密 不要在这个网络上谈 或者发邮件 万一我的邮件被黑客侵入你 好,现在我在这里呢 因为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 一些事情 那我就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再说一下 主要是给网友听 就是那些要申请政治庇护的人 主要是给他们提到一个参考作用 同时呢,也做一个记录 这样子呢 你随时呢 可以把这个我这个视频打开来 看看 体会一下我这个里面的含义 我想这是对你 对大家都有好处 第一 当你在英国海关的时候 因为你全部都是真实的 没有必要进了海关 再申请政治庇护 换句话说 你就 因为你下了飞机以后 你不是要过英国海关吗 也就是检查你护照 身份证签证的那个海关口 你要把你的护照 递交给移民官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要告诉他 我要申请政治庇护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入境 但是你在入境的前一刻 你要告诉他 你如果英语不好的话 你把你相关的 你所想表达的内容 写在一张纸上面 那个重要的信息 写在纸上面 我已经跟你说过 因为以前呢 我曾经跟一些网友说过 你最好进来了以后 找了相关的律师 进行了充分的 法律的 那个咨询了以后 再自己打电话 去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这个情况 对你不适用 你就在海关 递交护照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你要申请政治庇护 你千万不要说 他让你进去了 通过了 你一旦跨过这个海关的 这道难 你就入境了 入境了呢 他就说 他完全有可能说 你已经入境了 你要申请的话 那么你自己打电话去 自己联系 自己申请 那么这个就比较麻烦 当然了 如果你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也是会帮你的 但是呢 我觉得你 没有必要那样做 曾经有一个客人 他因为担心自己的行李 他怕 在海关这里 他自己行李拿不到 所以他进来了以后 他才拿到了行李 他才去敲 机场移民官的门 打电话 说我要申请政治庇护 移民官已经不管他了 最后他只好 自己到酒店里面住下来 自己再打电话 所以你不要这样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进来了以后呢 那个法律上的事务 你到时候马上给我打电话 总之将来移民的法律上的事务 下一步该怎么走 申请福利 该怎么做 等等的这些事务 我全部会帮你做的 我会负责 好不好 那个 我会帮你做 这点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 那你所现在需要担心的 就是要做的事情 我对你的要求是 进了海关以后 他可能在你申请政治庇护 你可能要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待几个小时 因为他要找人来跟你问话 做第一次问话 所以你要等 等待你出来了以后 等到你出来了以后 你呢 住到你预定的酒店里面去 那这点呢 我想说明 我没有办法给你安排到 什么地方去住 我没有这个资源 同时我也不安排 什么住到我家来 这个我也不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里 不同意我这样做事情 这是我的家务事 我想这里我不多说 所以呢 你在这个 进来住酒店 是你第一 你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你说你要把酒店退掉 千万不要那样住 你住一个便宜的酒店 至少呢 住一个星期 因为第二天我就可以来见你 甚至当天晚上我就可以来见你 然后直接我们打电话给移民局 那个下面的那个福利部申请福利 等等的 这些都可以 但是呢 我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 这个生活生存问题 这个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你说你身体很好 你也有各种技能 这都没问题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但是呢 我本人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一点我还是希望在这里说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英国30年了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 因为1997年 那个回归的时候 香港当时最后的一批难民 其中有一批中国大陆来的人 来了英国 我去看他们 因为当时呢 我们这个中国民主党的这个 那个 97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中国民主党了 当时我们是中国明年政 自民党的英国分部 我们的主席 高佩奇 高佩奇 他叫我去看望 这些那个 从香港 被英国政府接进来的这些难民 我去看他们了 结果呢 这个里面有些人 他就 满口的都是抱怨 就是说 他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搞民运的 怎么不来看我们 不来帮我们 怎么 他是一种埋怨的心情 我立马就活 我说我来英国的时候 我第二天就到 中国餐馆去打工了 我一打工整整 就打了几年 谁来帮我 你说你是搞民运的 难道别人就应该来帮你管吃管住 什么事情 别人就要帮你 有这个道理吗 他还是中国大陆的那一套 好像出外找组织 找到了一个组织 什么吃哈拉撒碎 全部你们来管了 这是在国外 不是在中国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济来源的 我们所有搞民运的人 都是自己掏钱的 包括路费都是自己掏钱的 我们开会都是在餐馆里面开会 在麦当劳里面开会 然后大家自己掏钱的 那又像共产党的那一套 吃个饭 有人请 然后拿一张发票 可以找一个什么地方去报销去 所以对那些人 后来我还遇到很多人 往往从大陆来的这些 和政府有过节的这些人呢 我真的不想说他们 但实际上他们很多人 是在大陆 他们就是边缘人物 边缘人物 所以和政府发生了对抗 但这样的人 他往往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就很奇怪 他认为呢 你们应该帮我的 什么都要帮 对不起 我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呢 这位那个这个同志 我就跟你说 不是说我不帮 我做事情 我就是说 包括我以后认识的那些 我在英国的朋友 我是怎么帮他的 我是告诉他 你怎么做 怎么做 甚至我把英文写在纸上 我说你应该拿着这张纸 你去怎么说 怎么说 不会说 就把纸给他看 他有责任去找翻译 来替你翻译 而不是说 我到单位去请假 跟老板请假 一天一天陪你们去干什么 干什么 我说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要培养你 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帮助你 如果每次 就像三岁孩子一样 要手拉着手去做事情 将来总有一天 我和你会发生矛盾 分道扬镳 因为我做不到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这一点 我说我要提醒你 就是说是 我在这里 为什么呢 我把话说在前面 将来避免再发生矛盾 但是呢 我一定会帮你 而且我对你帮忙的力度 肯定是超过我以前 所有帮忙的力度 因为我看过你的故事 对不对 你在中国确实是政治迫害 而且我们是一条战线 一个组织的 所以说我没有理由不帮你 但是我只是说 要打消那种 就是说好像帮忙是应得的 这种事情 这种想法一定要打消 对不起 如果你听了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还是现在说清楚 否则将来又变成仇人 这是一点 那么进来了以后呢 这些找工作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我会替你去怎么张罗这些事情 另外呢 找房子的事情呢 你先住在酒店里面 我帮你申请福利 如果英国政府愿意 愿意帮你安排紧急住所 那就是大功告成了 那就是说政府就一条龙要管你了 我希望能走到这一步 但是如果他真的 他不管你的住宿 那么我一样帮你申请 但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比如说找到一份工作 包吃包住的 你就住到那里去 至于其他的一些小的细节的问题 我在这里不宜多说 你进来了以后 我都会告诉你一步一步怎么走的 而且你说你的英语还可以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让我呢 放心 否则呢 有的时候 虽然我在这里把话说得很死 但是呢 有的时候 眼巴巴的看着一个人很无助的话 我心里也不好受 那 所以说呢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那么 还有一点 那么我就是说呢 你在目前你的那个国家呢 你一定要把你和你家人的这些公正关系 在当地公正处 中英门全把它公正好 然后带在身上 将来一旦你批准了 你就用不着再去做多余的事情 直接就可以申请把它们办过来 这个叫家庭团聚 在这里我想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已经说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我认为你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中国民主党 英国中部 我们也很欢迎你来 这样子呢 会为我们这个组织增添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好 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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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